大家好 今天我要来跟大家分享三个小贴士 如果今天你是一个Airbnb的管理者 那么当客户checkout之后呢 你会做哪三件事呢? 这三件事怎么样确保你的屋子完好无损 现在呢我来到了一个单位 这个单位呢是昨天才checkout的 第一件事情呢我们就要去检查他的best sheet 就是我们要检查说今天这个客户呢 他的best sheet有没有肮脏 因为其实我们如果我们的客户呢 他在入住的时候呢 把我们的这个床单弄肮脏了 可能有一些stand啊 有一些污漬啊 他会让我们如果没有办法去除的话呢 我们就没有办法把这个best sheet 再去清洗然后再给下一个客户了 所以呢如果我们有发觉 有一些污漬在他的那个床单的话呢 然后这个屋子是连漂白水呢 都没有办法去清理的话 我们就会呢去跟我们的guest哦 就是跟他claim回他的那个deposit 他之前我们跟guest都会收一个deposit 或者是在ab&b的话呢 我们都会扣留我们的guest的deposit 然后呢如果今天有什么事情 在这个best sheet有所损坏的话 或者是呃有物质的话呢 我们都会呃跟我们的客户说 然后从那边会有一些penalty 好所以我看检查过一轮了 这些全部都没有问题 我们的呃这个客户有把我们的best sheet保护好 没有任何的物质 第二件事情我们要做的就是检查 呃整个房间的remove control 就是我们的遥控器 因为其实我们的客户哦 他常常好像孩子啊 他会常常不小心把我们的遥控器带走 所以电视机的遥控器啊 跟我们呃就是冷气嗯冷气的遥控器 我们都要检查好 确保客户没有不小心的带回去 下一个我们要检查的东西 就是所有的呃所有的家具 跟所有呃在这一间屋子有的东西 是否都完好无损 因为有一些呃有可能我们也会遇到 客户不小心把一些东西带回去 所以我们要确保 诶是否我们之前放的所有的东西 都有在这里 锅子啊杯子啊 然后还有一些是比如说枕头啊 我们的电视机啊 就一定还要在哦 当然最重要的我们也是要看哦 我们的所有的家具有没有损坏 好这里就没有损坏哦 好虽然客户移了一下他的位置 基本上都没有什么损坏 然后我们也会检查一下壁纸 他有没有脱落的问题 因为有一些呃顾客的小孩哦 有时他们在玩闹的时候呢 会呃不小心把我们的这个壁纸给撕破 所以我们也要确保我们的壁纸是没有问题的 好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 好就是这三样东西我们需要在客户 check out过后 呃检查确保我们的物质完好无损 可以很好的呃准备给下一个客户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